看见说说掌歌 大家好,我是安哥 这里是安小言说电影 今天安哥给大家讲一部 工程队挖出冰封圣诞老人的电影 稀有出口圣诞传说 废话不多说 让我们开始说电影吧 圣诞节前夕 在芬兰北部的工地上 一个考古工程队 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挖掘工作 眼镜老板站在小山包上说着 我们已经找到了全球最大的埋葬之地 我们会在这里发现萨米人 花几个世纪建造的圣诞老人古墓 撸起袖子加油干 用炸药把圣诞老人炸出来 恰好旁边的小明和同伴就听到了这些话 单纯的小明认为 圣诞老人都是和蔼可亲 圣诞节会给小朋友送礼物 如果被炸死了 那他就收不到礼物了 因此小明回到家翻了很多书 就要查一查圣诞老人的真相 不查不知道 这一查可吓一跳 最早的圣诞老人是头上长鸡脚 专吃小孩的怪物 了解之后 小明若有所思地望着被炸的山上 接着画面转到了小明父亲约翰 他在为圣诞节狩猎日做着准备 每年的狩猎日里 人们会设下陷阱 让麋鹿进来 等了好久只来了两只 这和每年都不一样啊 让约翰很是疑惑 于是开着雪地摩托车 前去查看情况 看着满地麋鹿的尸体 约翰等人就把这400多只鹿的离奇死亡 都归结到工程队的身上 决定要前去讨个说法 而小明此时却在一只鹿的身下 发现了人类脚印的痕迹 猜测这一切都是圣诞老人所为 当小明陪着约翰等人 来到工程队大本营时 上楼后却发现空无一人 在外边又发现了工程队 用炸药炸出来的巨坑 一人将照明蛋扔进巨坑中 可坑太深了 根本见不到底 工程队找不到人 随后小明约翰等人就先回家了 小明把小伙伴带回家 将圣诞老人真相告诉他 可是小伙伴并不相信小明的话 原来小明母亲早已去世 和父亲约翰两人相依为命 小明吃完晚餐 就被约翰赶回屋睡觉了 可是小明一直担心被圣诞老人抓走 不敢睡觉 一直守在窗子前 最后他还是熬不住睡着了 工程队头头正与眼镜老板通话 他们确实挖掘到了不同寻常的人 正当打电话时 身边人却消失不见了 圣诞节这天终于到来了 小明早上跑出去撒尿 发现约翰之前布置的猪头幼儿不见了 赶紧喊约翰出来 老爹拿着枪慢慢靠近 却发现里面有一具尸体 赶紧把儿子拉走不让儿子看 后来约翰急忙喊来好友 帮助处理陷阱里的尸体 约翰从尸体上的护照上发现 这个人就是工程队的人员 经过商量 约翰决定毁尸灭迹 却发现这个老头还有呼吸 而此时小明却爬到窗户边看到了一切 等被约翰发现时 小明被吓跑了 约翰赶紧开车去追 可晚了一步 小明被警车接走 约翰紧随其后追他 跟着警车来到一户人家 警察局今天接到很多报案 怪事连连 这家报案是 有人把装土豆的袋子偷走了 警官还说 昨天几乎所有人家的暖气片被偷走了 小明来找小伙伴 却发现小伙伴不见了 却有一个稻草人 小明赶紧拿稻草人告诉警官 而大人却把这件事当成了恶作剧 小明再有解释 却被约翰阻止了 随后小明等人回到家 进屋后却发现老人活了过来 蹲在一个角落 约翰上前要问问老人情况 而小明此时正在给小伙伴们打电话 可都是家长接的 还说孩子出去了都不在家 约翰询问老人 可老人一动不动 也不回答 小明在确认小伙伴们都失踪后 来找约翰 而这个老头在听到小明说话身后 他动了一下 似乎他对小孩非常感兴趣 小明对约翰说明实情 迷路都是因为自己和小伙伴 将铁网隔开口子 才让怪物生的老人咬死的 这让小明非常害怕和愧疚 此时里面的情况不容乐观 小明也跟着进来 老人看到小明以后 眼神变得非常犀利 就像要捕食猎物一样 盯着小明缓缓站起来 约翰拉着小明到老人面前 问小明 这老人好像认识你 他到底是谁 小明说 这是工程队从山里挖出来的圣诞老人 他会把小孩抓走吃掉 老人看着小明刚要上前 被一枪打倒 随后把老人挂在了铁链上 在想下一步如何打算时 老人背包里传来了对讲机的声音 眼镜老板半个小时后抵达 要将这个老人带走 约翰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们要出手这个圣诞老人 约翰等人驾车来到了交易地点 要以八万五千美金卖给眼镜老板 可眼镜老板发现 这并不是圣诞老人 他只是圣诞老人的一个帮手 伴随着飞机驾驶员被拖走 约翰等人周围 出现了很多老人都拿着武器 而眼镜老板被老人用一斧子 砍中头部倒地身亡 约翰发现儿子不见了 只好先躲进附近的大仓库里 小明也恰好在大仓库里 进来后几人都懵了 原来这些老人将暖气片偷走 就是为了帮助真正的怪物圣诞老人解冻 下面的麻袋里装着镇上的所有小孩 小明之前 看的关于圣诞老人的一切都是真的 几人赶紧行动 挡住门外老人的同时 关闭软气解救小孩们 可小明知道这么做就是徒劳的 他说只有将小孩们都带走 外面的老人就会跟着离开 最后再将怪物圣诞老人用炸弹炸死 而外面正好有飞机 飞机起飞带着所有小孩飞走了 所有老人都跟了过来 小明让司机直接开往抓麋鹿的围栏 把所有老人都困在围栏里 约翰这边也安装好了所有炸弹 还将怪物圣诞老人的一只鸡脚切下来带走了 小明这边来到装麋鹿的围栏 却发现围栏门关着呢 小明思前想后只有牺牲自己 跳下来将门打开 随后成百的老人冲进了围栏 随着一声巨响 约翰按动炸弹起爆按钮 怪物圣诞老人被炸死了 而小明这边所有老人都停止了残暴行为 放下手中的武器变得温顺 迷茫地看着周围 小明也安全了 天亮了 一共190个圣诞老人 他们决定要将这些圣诞老人出口到世界各地 一个85000美金 之后就是教这些老人如何对待孩子 如何成为一个真正合格的圣诞老人 随着下一年圣诞节倒计时24天 每一个圣诞老人都被装进箱子里 卖往世界各地 约翰等人从此发家致富 走上人生巅峰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部电影因为导演独特另类的解读常识 上映后很多观众给予了较高认可 而由于剧情的大胆 和涉及对传统圣诞老人形象更大胆的颠覆 在媒体间引发了多样化的评论 不管怎么说 这部电影给了我们对圣诞老人的心事角 将圣诞老人从大胡子穿着喜庆的绅士 变成了赤身裸体 暴躁嗜血的冰雪怪物 只能被猎人关进笼子里 然后当成出口商品一样的销往世界各地 最后只能说编剧真是脑洞大开呀 好了今天解说就到这里吧 想看更多好看电影 可以关注安小言说电影 我们下期再见